哇!相信每个小朋友都喜欢 也是他们基本的权利 即使是病了不舒服 要在医院接受治疗的小朋友 也不例外 所以医院和不同机构合作 提供各式各样的支援服务 给患病的小朋友 让他们减低对医疗程序的恐惧 令治疗更加顺利 香港地交通发达 在马路上有不同的公共交通工具行驶 好像铁路、电车、巴士、小巴、的士等等 每天的载客量是以数百万人次计算 运输署都有资料显示 以车辆密度去计算 每公里的道路 大约就有365格 领佑牌照的车辆行走 但随着铁路网络覆盖越来越广 在路面上行走 公共交通工具都少了 好像红车和鹿车 究竟这些小巴去了哪儿呢 我们现在来到新界区的坊地 在这个坊地 我们发现有很多不同的垃圾 有胶瓶、胶袋、纸盒 什么都有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新发现 就是这里有很多弃致的小巴 有红色的小巴 也有绿色的小巴 看到它们是往不同地方 专专线的小巴 我们发现有很多小巴 都是荒废了 放在这里很久 为什么呢 我们看到有些车胎已经凹了 也有很多蜘蛛网 是围封在旁边 我们看到有好几辆的小巴 车头都破损了 看到车头的玻璃 是破坏了不少下的 另外我们发现不少小巴的行车证 其实是未过期的 譬如像这一架 它过期的日子是这一年的11月1号 但是已经放在坊地上 棄置了 我们也在这里一段时间 我们也数过了 这里有26架棄置了的小巴 究竟是什么原因 有这么多小巴棄置了在坊地上 现在很多人都留意到 屯门有一个小巴坟场 怎么会有这个情况 小巴坟场只要因为 就是那些红巴 因为没有生意 没有司机租不出 车子就没有办法 租不住 因为车子很少停车位 放在小巴站可能会抄牌 其他地方停车场又太贵 所以它形成了 拿去一些荒山野岭的地方 因为它不用被人抄 要交钱 那现时有多少架小巴 在行走 有多少架是荒废的呢 现在公共小巴 现在大概在市面走 有七百多步 我估计也有一百多十步 就是找不到司机 那些车子就被迫白 在那些荒山野岭 或者是私人乘车场那里 你觉得小巴 真的提供了什么方便的服务给你 给巴士快 不需要暂停 不需要走上走下 对于我们的长者来说 因为那里只有五十一号巴士 整个小时才一班 你不搭小巴不行吗 但你没有觉得 现在小巴专事是少了 或者班次是没有以前的密 有少少的 有时候在旺角 如果搭车回家都要等 因为以前就快上快落 好像没有那么多班次 其实现在少了 你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呢 可能疫情之前少人开 所以晚上没有了夜晚的通宵巴 所以就少了人打 开始的 你上了小巴 譬如你只有一两个人 等餐馆 但地铁不是 站一站都有人开的了 沟通或者太过方便 地铁又多 巴士又多 有没有比较过那个价钱呢 有没有哪个便宜点 或者你觉得哪个抵达点 地铁那些会抵达点 因为始终它还有优惠 每个月可以拿回赠 但是小巴就慢慢慢慢加价 我以前搭到现在 都加了三四元 那其实什么原因 就是市道这么差呢 小巴业 主要是红色小巴 因为那个经营范围太过小 禁区又多 又没有生意 还有这几年间 铁路网又去到港九 每一个地方都到达 影响到它的生意 进了几成 司机就找不到食 占了行 没有司机 被迫无法 转车在车站 或者在停车场的地方 没办法 听说牌照方面 这几年都下跌了 最高峰 2012年的时间 牌价接近七百多万 现在照今天 目前来说七十万左右 可以说是已经下跌了九成 想问现在小巴业的 经济状况是怎样 非常差 你看看车里只有几个客人 生意又难做 油又贵 隧道飞又要贵 很难做 看到这个现象 你们小巴业会不会有什么感受 会不会悲观 当然悲观 目前我们有很多条分线 都是经营不变的 例如湾仔慈云山 旺角至西环 去年12月17日 那个洪水带到五十元之后 跑过海上的洪水 那些小巴 更加疾然为一 更加艰难 我们有两条线都没有做的 湾仔至关塘 湾仔至清山道 都在暂停 那你觉得怎样可以改善 可以令到你们小巴业 可以做得好一点 给多些线 我们开多些线 那就多些机会了 那你们小巴业内 有没有找到一些方法 可以令到整件事好一点呢 或者可以帮到整件事呢 那我们曾经约见的 混流局开会 希望能帮我们 他们主要都是说 我们会加快红色小巴 占为绿色小巴 同时他们会开放多些 禁锅给我们行駛 但是那个速度就慢一点 我希望混迄接 帮我们帮忙快一点 未来或者是新界 西北发展区发展 希望可以将那些红巴 让我们进入 把范围的地方大一点 让我们走 那就会好一点 Michelle 你小时候 有没有玩过扮医生的游戏 就是拿着塑胶针筒 和温度计扮医生 和病人看病 都有 不过扮医生这个角色 通常就无论到我做 同学都会搶着做 我大多数都会做病人这个角色 如何找血管 这一条是吗 这一条是吗 痛不痛的 好似什么 好像什么咬的 哇 相信每个小朋友都喜欢 也是他们基本的权利 即使是病了不舒服 要在医院接受治疗的小朋友 都不例外 所以医院和不同机构合作 提供各式各样的支援服务 给患病的小朋友 更加有慈善团体 特意为病人 和调生订造医疗程序游戏 让他们减低对医疗程序的恐惧 令治疗更加顺利 其实医院游戏是什么来的呢 怎么帮助到小朋友 医院游戏其实是我们会在医院上提供一些游戏 其实是了解小朋友的需要 令到他们在医院上建立到一些正面的经验 你坐在那里 你又帮他们 Dr.Mia又帮忙 我先打开他们的手 我是不是要吃药吗 应该要吃药 那我喝些什么 例如很害怕打针的Mia 游戏师就设计相关的游戏 缩短她经方的时间 你这些什么方教过 不如你试一试 你记得波波有什么颜色在这里 你想一想 想一想有什么颜色在这里 有颜色 有颜色 那你颜色里面最喜欢是哪颜色 有没有饭食 让我们躺在这里看 躺在这里看 躺在一会儿 我们来拍摄 我们来拍摄 怎么能休息又记得我们 So nice 我们来吸气 Thank you Mia 打针怕不怕的 你觉得不怕是什么 很小啊 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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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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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 Mia 1 2 2 小朋友就會很容易親近 試試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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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nc 其實我們慢慢會用到手指的力 其實我們開始會側 AI Howard了 reduce the pain 快出血管會比較明顯一點 其實方便後 removal之後的醫療程序 就是幫他們抽血打斗 利用玩具分散小朋友的注意力 這方法滿好的 看病時也沒那麼好 但是為什麼會想到在醫院 用游戲的方式 幫病人減低壓力呢 回頭回到我們繼續 一線搜查 水務全年初檢討近30年未曾加價的水費 並且表示自1998年起已經錄得虧損 所以為改善經營狀況又需要調整水費 而從事洗衣液多年的周生 就覺得加價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現在不是一個好時機 就算了